2010年10月,25岁的无锡小伙曹某看当地一档相亲节目时,被其中一个做平面模特的女嘉宾刘某所吸引。 于是,通过刘某在电视中留下的QQ号进行了联系。 不久,两人就见面开了房,曹某还给了刘某一千元钱。 他玩牛牛,我输了钱,然后家里面被,家里面被盗了,我出于同情就给他钱。 接下来,曹某蛮以为刘某就是自己的女友了。 一时与其交往,2013年2月,曹某在一个QQ群空间里发现,有人竟发了刘某,披着郁星的半裸照片。 然后我在群里面发现,其他奶奶跟他那个开放性的照片,然后包括价格了什么,然后别人就是以为很荣耀嘛, 就是自己找了一个平面模特,然后把照片发到网上,被我看到以后,我就觉得我被骗。 曹某非常气愤,没想到表面风光的女友私下竟然是一个卖淫女, 于是决定教训一下刘某。曹某在QQ上重新注册了一个假名,与刘某联系, 并说手上有她的裸照和卖淫证据,如果不给钱,将会将这些照片视频曝光。 与心里面不平衡,然后另一方面想让她悬崖了嘛,然后想借助,就是恍恍申请了, 思想想吓住她,以后不要从事这种违违违法行为。 为了让刘某相信,曹某还将之前在QQ空间里发现的半裸照,传给了刘某。 刘某迫于压力,只好汇了一万块钱,到曹某指定的账户中。 她自己呢,就觉得因为是个卖淫女嘛,她觉得她这样做也就是要为了争口气,就出出气。 那么而且呢,她自己身上的也没有多少这个钱,所以呢,她敲诈了这个财务之后呢,她就在网上进行淘宝。 今年三月底,刘某因为卖淫,被公安机关收容教育,期间说出自己被敲诈勒索的事情,民警顺藤摸瓜,将曹某。